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导演兄 今天又要介绍第11月号科学人杂志 一点都不错 它的封面故事是物理学与数学 我没有资格介绍 但是它让我想起有趣的问题 三体 三体是一个物理学的难题 那是需要用数学来解的 在数学上也是非常复杂 也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就先谈谈这个问题本身 我记得我们好像才一个月以前我考过你 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那是我们在中学学的 我记得至少在我的话应该是初中就学了 就是这个两个天体的引力与质量的乘积成正比 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那万有引力定律 你从牛顿坐在苹果树下面被苹果打到 这个故事你就知道 牛顿发明的这个万有引力定律 事实上是可以解释地球上物体的运动 也可以解释天体的运动 天上地下都能够通行 那我随便讲好了 那这个地球绕日运转 那可以用这个万有引力定律来计算它的轨道 那这个甚至还可以预测 某年某月某日 这个地球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那可是真正的一个问题在这里 就是我们在当年初中的时候 学这个定律的时候 每一个老师提醒我们 那这个地球与太阳之间 不仅仅只有两个物体 还有一个月球绕着地球转 那然后这个太阳旁边 还有颗水星跟金星绕着太阳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假如任何两个物体彼此之间的引力 那都是与质量的成绩成 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那那那怎么办 地球月球太阳水星金星 怎么计算 那就很麻烦了 那所以很有趣 那所以呢 你要是看这篇这个特别报道 那基本上他就是在讨论 物理学跟数学上的问题 然后这个数学家为了要解决这个难题 他事实上因此有了许多新的发现 虽然这个问题本身到目前为止 似乎证明是无解的 可是数学家在尝试解这个问题的过程中 您发现了许多新鲜的事情 那是值得注意的 那我就记得当年牛顿 他解决了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问题 OK那就是再说一遍 就是与质量的乘积乘正比 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那这也计算也非常的困难 可是实际的情况 牛顿比也知道 牛顿也知道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光拿太阳系来说的话 那太阳系当时只知道五大行星了 金木水火土 再加上地球 那然后事实上五大行星上面 那这个又发现了 几乎每一个行星上都有卫星 那像地球的卫星就是月球 所以这整个太阳系的运行 在牛顿的当时 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有海王星天王星 天王星海王星已经 冥王星 他还不知道 那他也不知道 这个木星 还有这个土星 有那么多的卫星 他都不知道 可是对牛顿而言 他当时就已经感觉到 那太阳系是 这个天体的运行 是非常的复杂的 以他所懂的数学来说 是没有办法求解的 所以事实上 有趣的是你知道 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事实上非常的担心 太阳系的运行 迟早有一天 会变得相当相当的不稳定 那整个太阳系 可能会解体 会崩溃 可能会解体 那解体的命运是什么 那由于那个数学太复杂了 是也没人知道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可是光 有这一个可能 而已 对于牛顿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这涉及到的是宇宙的命运 也涉及到的是 人类的命运 结果很有趣 他就认为 西方基督教的造物主 上帝 会不时的照顾 这个太阳系的天体的运行 维持太阳系运行的稳定 上帝介入 对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今天大家想这个问题 你知道 就是很多人不假思索的 强调了现代科学 否定了上帝 或者是说否定了宗教 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宗教的存在 事实上是 应该这么讲 我认为是理智的极限 所逼出来的 就是我们使用理智 想要了解 不够用 对想要了解宇宙的奥秘 结果事实上是 是很明显 有许多的现成的具体的问题 还不必说那些神神鬼鬼的问题 是现成的具体的问题 那这个我们用理智 都没有办法求得正解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宗教永远有活动的余地 所以这是第一篇 科学人11月号的封面故事 我要介绍给大家的 他谈的是三体问题 那对物理学 特别是对数学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参考这篇特别的报道 我本来以为你会讲那个小说的 不过的确这篇文章里面 也提到了三体这部 可以说是科幻小说的经典之多 这是最近几年 这个中国大陆书版的 最著名的科幻小说 对对最著名的科幻小说 他的书名就叫做三体 他在美国得了两个 重要的科幻小说的大奖 我指的是就是 他是用中文写的 可是在美国翻译成了英文以后 得到美国两个重要的科幻大奖 那我其实在台湾已经出了繁体版了 所以有兴趣朋友也可以看一下 那不过这个 你可以先看这个 这一期科学人里边 请香港的一位 这个科学作家 以及科幻作家 李伟才写了一篇评论 那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这一期的科学人 第二篇我要介绍给我们朋友的 特别报道 你只要光看这个标题 你就会很感兴趣 就是睁着一只眼睛睡觉 其实我立刻想到 三位演义里边的张飞的故事 他是两个演义都睁着 之前没用 那事实上我想到还不光是张飞 我还想到当年 我高中的时候 应该是上军训的教官 以及上国父思想的老师 都说过同样的话 就是说你上课可以睡觉 不过眼睛一定得张着 那我们的教官讲的更有趣 他说除了你眼睛 一定得张着以外 你还不准打憨 那你知道理由是什么 怕把别人吵醒 那这一篇特别报道 说睁着一只眼睡觉 他的主角是海洋步入类 金屯类 金屯类 对你想想看 金屯类的祖先是陆生哺乳类 那他们回到海洋去生活 可是他们仍然保存了陆生哺乳类的两个特征 那第一个特征是他们必须要使用肺来呼吸 他们不能像鱼一样用腮来呼吸 第二个特征 陆生不如类的特征 就是体温保持恒温 所以他们在海洋里边 也要保持恒温 真正的问题出在 他们睡觉怎么办 他们睡觉的时候 怎么样控制身体 使得他能够继续 使用肺呼吸 然后使得他的生理系统 继续维持他的体温 所以很早事实上 科学家就已经观察到了 有一些海豚 他们已经演化出一个办法 那个办法就是 使大脑分成左右两个半球 那就是使大脑左右两个半球 分别来睡觉 轮流 一点都不说 换句话说 他并不会整个大脑都睡觉 那像我们一般说 两个半脑睡觉 所以一般说 我们陆生不如类 像我们 我们睡觉的时候 是整个大脑都睡了 那可是有一些物种 那特别是这个海洋不如类 像有一些海豚 有一些鲸鱼 他们已经演化出这种本领 就是使一边 使一侧的大脑半球睡觉 使另外一侧的大脑半球 仍然维持警醒的状态 所以他可以这个避免这个敌害 他也可以调节自然的生理的机能 这一篇特别报道 报道的就是这一些事情 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我们还 科学家还没有完全理解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现在现在就是先描述 就是这么多年来 事实上科学家已经累积了一些资料 就是描述他们的这个睡觉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先要做精密的描述以后 你才能够的谈 那有没有可能找到 或是怎么样去找 维持这一种大脑半球 左右半球轮流睡觉的机制 所以这篇基本上在谈这个事情 然后根据这篇特别报道 他还提醒我们 那就是我们人类似乎也有一点 类似 类似这一种海洋不如类 就是我们也是半脑睡 类似 我相信这个 你怎么会相信 你想想看 我最从事最大量的运动 就是睡觉会翻身 那我睡觉为什么会翻身 一定表示我的大脑告诉我 哎呀你这边麻痹了 你要翻那边了 是吧 一定我的脑子不停下来 所以你看这篇报道里面 特别有趣的是 有一些鲸鱼 有一些海豚 他们都是成群的在海洋里面活动 那这个 他们成群的在海洋里面活动 可是他们一面活动 那他们还可以一面睡觉 可是他们是用一半的脑子睡觉 他们用没有睡觉的那一半的脑子 所控制的眼睛 来严密的这个 监视 你也不能说监视 就是说追踪自己的同伴 所以这样子才不会脱群离群 所以是非常有趣 所以这篇报道里边 就描述了许多科学家所发现的现象 那当然科学家最希望能够做到的 就是能够了解他的机制 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科学家怀疑 就他们已经知道的这个金屯类用一边大脑来睡觉的这个机制 可能跟人类是这个睡眠不足啦 或者失眠的那一些症状 有一些关系 所以因此你研究 好像跟我们无关的海洋不如类的这个生理机制 你事实上是有可能得到一些重要的资讯 了解我们自己的系统的 所以这一篇这个我要特别介绍给我们朋友 那不过我觉得这篇特别报道 最后一句话最让我有感 他这篇特别报道最后一句话 他引用的是一位古希腊哲人的 这个一个断简禅篇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赫拉克里图斯 这是古希腊哲人 他跟我们孔子几乎是同年 同年的人几乎在同年生 几乎在同年过世 孔子是西元前479年过世的 那孔子是在西元前551年出生 赫拉克里图斯的生猪年代 跟孔子几乎一样的 那他的著作没有传世 他传世的就是一些断简禅篇 那后人在那些断简禅篇里面 找到一些句子 那有的句子是完整的句子 有的句子是并不完整 那这个流传了这2000多年 那有一些句子真的是非常有哲理 非常有趣 那你譬如说 你譬如说在这边引用 这一篇特别报道 最后一句话就引用 赫拉克里图斯所说的 那即使在熟睡中 灵魂也努力工作 并试图理解世界 有趣吧 他这个用来这个用来这个描述 这个金屯类 他们可以用半边大脑 所以叫半边大脑维持意识 这刚刚好可以互相呼应 当然我相信赫拉克里图斯 他当年讲这句话的意思 并不是指金屯了 那我还记得 我当年高中的时候 就读过赫拉克里图斯的 好很多很多句话 其中有一句 我记得最最最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他说 愚人就是笨人 往往对每一词语都大惊小怪 孔夫子也是说而不做 对你也可以说 他是从某个角度来说 他跟赫拉克里图斯 是完全一样 那事实上有人 有人写希腊哲学史 就说他们认为 赫拉克里图斯 可以是希腊哲学的起点 所以非常有趣的 好下面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要介绍一篇 一页长的专栏 那刚刚好 这一页长的这个专栏 第一个他很短 第二个就是 他介绍了 今年上半年 美国出版了一本有趣的书 今年上半年 美国出版了一本书 书名就叫做蚊子 蚊子 对就专门介绍 蚊子在人类历史上 曾经扮演的角色 你譬如说 他这上面说了 大部分的人都害怕鲨鱼 毕竟一巴掌就能够打死的蚊子 很难令人胆战心惊 但是这一本新出版的 关于蚊子的书 他指出来 每一年被鲨鱼咬死的人 不到十人 全世界 但是过去二十年 蚊子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每年平均高达两百万人 显然他是人类最致命的天敌 有趣的 所以这一篇专栏 标题就是 人类最杀天敌 对对对 所以这篇专栏我要介绍给朋友 然后这篇专栏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马上就说了 蚊子是人类的第一个天敌 头号天敌 因为杀人最多 人类的第二号天敌是谁 你猜猜看 蛇 不就是我们人自己 重要 人平均每一年杀死 四十七万五千名同类 全世界 全世界死了那么多人 是由人干的 OK 所以他还说 在美国的 蚊子是两百万人 美国的革命战争中 蚊子还帮助了美国的革命军 这个打败了英军 这里边涉及到的问题 其实很简单 因为美国的革命军 都是在海外 有暴露在蚊子叮咬的经验 所以他们感染了疟疾 这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像华盛顿 像华盛顿就曾经感染过 疟疾 可是英军从英国的本土派来 他们不服水土 所以他们被蚊子打倒了不少 所以非常有趣 蚊子能够在六十公尺以外 侦测到我们呼出去的二氧化碳 那就来定位我们 这个太厉害了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是 会盯人的文字 全部都是瓷性的 因为瓷性需要人的血 才能够缠卵 细节不多说了 这篇专栏里边 有一些事实是蛮有趣的 他就说 美国总统里边 历届美国总统里边 感染瘧疾的总共有八个人 第一个就是华盛顿 有趣吧 有趣 那另外还有一篇专栏 这个也是谈空中旅行的 这里边涉及到的问题就是 他指出一个问题来 那就是未来 这个要减碳 那可能 这个只能依赖电动飞机 科技医没有单元 王大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是到 我们科技新知单元了 是 今天要谈的第一个话题 又是温室气体 海藻吗 对又是温室气体 这样子 这个月蛮臭小的 BBC Knowledge 以及科学人 11月号 都有一篇文章 专门谈空中旅行的温室效应 就是喷气机 那事实上是航空业 事实上是正在很兴盛 而且这个由于世界经济的这个发展 那有钱有钱人越来越多 所以负担得起 不是就负担得起航空票价的人是越来越多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跟消减温室气体有关系的科学新知 那就是用海藻 海藻 对 那我们就要谈人类的肉食习惯 那人类的肉食习惯很可能是200万年以前就开始养成的 那人类的肉食习惯可能是解决全球暖化问题最大的障碍 那人类最爱吃的肉 大部分来自牛羊 那牛羊会生产大量的温室气体 比如说甲烷一氧化二氮 那这一些气体的蓄热能力都比二氧化碳要高 甲烷是二氧化碳的25倍以上 那像纽西兰这个蓄木大果 那境内的牛羊排放的甲烷 占纽西兰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三分之一 你看看可怕 而且是纽西兰温室气体来源的最大宗 那估计到2050年 由于人口增加收入提升 蓄产需求 也就是肉需求会增加一倍以上 也就是说 由这些动物制造的温室气体 至少会增加一倍 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努力 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消 怎么办 那有人建议大家改吃素食 那我想这不切实际了 那纽西兰的科学家早就在研发 减少加畜排放温室气体的饲料 减少加畜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不完全出自环保动机 因为加畜制造甲烷 也要耗费能量 那所以不如设法使加畜把这些能量 节省下来制造肌肉 那素食反畜动物为什么会制造甲烷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科学家早就知道 反畜动物的消化系统非常的复杂 那他们吃下的植物 先在流位里边有微生物分解 释放出氢二氧化碳以及脂肪酸 那反畜动物 比如说牛羊 可以利用脂肪酸作为能源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利用氢以及二氧化碳 那流位里就有一种细菌 那是一种古菌 那叫做甲烷菌 他们在缺氧的环境中 可利用氢二氧化碳进行新陈代谢 副产品就是甲烷 所以甲烷是这么来的 对对副产品就是甲烷 是他那个古菌 把他流位里面的古菌 把他培养出来 一点都不错 所以2016年就三年前 那获得澳洲政府资助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 有一种海藻叫做芦笋藻 芦笋 可是它是海藻 那可以抑制甲烷菌的活性 那三年来 这三年来 研究人员一直在实验 那利用这个发现的方式 那上个月 他们发表了一篇报告 指出乳牛的饲料中 要是加入1%的芦笋藻 那甲烷产出量只有对造组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减少太多 三分之二 一点都不错 也就是减少三分之二 那一头牛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当于一辆车 估计全世界有150亿头牲口 你算吧 那另一份即将发表的报告显示 实验组肉牛 刚刚是用乳牛 实验组肉牛的生长率 也比对造组的肉牛要快 所以你只要抑制了甲烷菌的活性 那肉牛它的长肉率都会提升 这个叫芦笋 芦笋藻 是一种海藻 那是宝贝啊 对是一种红藻 那澳洲的研究人员 已经找出芦笋藻 抑制甲烷菌活性的秘密 那就是这一种藻类里边 他们有一种化学物质 这种化学物质 俗名叫做绣仿 我听过这个 那这个学名叫做三绣甲烷 那芦笋藻含有大量的绣仿 那这一个化学分子 可以封锁甲烷菌生产甲烷的机制 也就是可以抑制甲烷菌 一个生产甲烷菌必须使用的酶 那因此就有人想到 那我们那干脆就直接使用绣仿 这个分子就算了 不必使用这个芦笋藻 说不定还更方便 不过假如是这样做的话 那你就要做安全测验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 你直接喂牲口吃这个绣仿 那不仅牲口要平安 也要保证人类的消费者也很平安 那你要做这个实验那就麻烦了 因为凡是涉及到人体的问题都很麻烦 那一定是旷日持久 而且一切就算是安全 确定是安全的 那你还要更改法规 你这个除非你立一个专法 不过他原来那个芦笋藻 是在乳牛的饲料里面加1%很少的量 照这样说的话 并不会太困难 除非是很大的量 你说的是没有错了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还得伺候这个生物 伺候生物是很麻烦的事情 你生产一个化学分子比较容易 化学分子生产保存储藏运输 都方便 其实是都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 OK 那另外一个办法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人工培育芦笋藻 那芦笋藻是一种红藻 分布地非常的广 从热带到温带都有 但是如果需求量非常的大 那你非得用人工培育不可 那而且还要设法量产 这就是问题 那现在纽西兰政府已经提供了资金 你看看 这个研究是澳洲政府提供的资金做的 那纽西兰就跟进 纽西兰政府提供了资金 那这个让有心人尝试最佳的培育方式 那这一个发展最后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还不确定 不过你想想看 为了要应付温室气体的问题 你要开发一种新的农业 这是一种新的农业 对这就有趣了 OK 我们还很少大规模的 你去想这可能是以全球为范围的 去发展一种新的农业 因为到处都有畜牧业 而且一想到会有那么多肉 心里不免为之一乐 是吗 还有水泥癌 其实我们台湾 我们习惯用的术语叫做臂癌 可是当我们说那是臂癌的时候 我们总是讲那是居家 在我们自己住的房子里边 房屋这种建筑物 可是很多公共工程建筑 你比如说桥梁 那这个他们的水泥柱 钢筋水泥柱也会生癌 这里边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讲的就是这个水泥柱里边 有自然的裂缝 水渗进了这一些裂缝 就会接触到夹杂在中间的钢筋 使得钢筋生锈 那钢筋一生锈 它又会膨胀 使得水泥柱里边原有的缝隙 又扩张 又引进更多的这个水汽水分 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因此这一些这个大型的公共这个建筑物 他们的寿命都有问题 而且他们都有维护的问题 那都要花很多的成本的 那现在要报道的就是这个澳洲有一个团队 他们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办法来 避免这个水泥矮 避免水泥矮 是 好我们从头说起吧 那这个现代建筑大量利用夹了钢筋的水泥柱 那但是水泥柱中难免有裂缝 那因此夹在中间的钢筋会生锈 那生锈的钢筋会膨胀 再进一步扩张水泥中的裂缝 那因此现代建筑的生命一般不超过100年 那你回想一下 我们去意大利罗马 你去看那个万神殿 你看那个万神殿 那是西元二世纪完工的 那相当于中国的东汉 1800年 至今仍然屹立 那当然改善钢筋水泥建筑的方案早就问世 那例如不易规裂的水泥 那是用特殊的配方 以及使用不锈钢都可以 等一下我们要在这里稍稍停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Email 王道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水泥癌 它跟我们一般所讲的臂癌 有相关之处 那是可以更具体的说一说 改善钢筋水泥的建筑 这个方案是早就提出的 对不对 对 譬如说不容易均裂的水泥 那是用特殊的配方的 那以及使用不锈钢 这两者 这成本都很高 那现在澳洲一所地方大学的团队 发明了一种便宜的方案 可以防止水泥癌 预定明年在墨尔本西南75公里处的一个小城 要开工 那那个小城正在扩张 那要建的是两座行人布桥 要是一切顺利 要是一切顺利 那个小城里边还有150座桥要建 类似的桥 就是行人布桥了 那新的工法是使用玻璃纤维 那碳纤维做骨架 而且成本与传统桥梁相当差不了太多 那一开始那工程人员使用的是市面上买得到的碳纤维复合物 那是用来建设装医院级MRI的建筑用的 那就是医学用扫描仪器用的 因为这些医学用的扫描仪啊 这个对于干扰非常的敏感 你假如使用钢筋水泥的话 那那个钢筋会对这一些扫描仪器啊 产生电磁干扰 那可是那种碳纤维复合物啊 是非常的贵的 非常昂贵的 因此呢 工程人员只在必要的地方 使用昂贵的碳纤维复合物 那这个整个的水泥的骨架 就是这一个钢筋水泥建筑的骨架 其他的地方使用玻璃纤维 在必要的地方才使用碳纤维复合物 就是昂贵的材料 而且工程人员使用预柱法 在建桥地点将预柱水泥块组合起来就可以了 那那个样子的预柱水泥块 三公尺长的最近已经通过了检测 OK 那现在这个团队的工程人员 正在准备 让用来建桥的十公尺长的 预柱水泥块啊 通过检测 是 那这种新的预柱水泥块 它比较轻 因为你想想看 它用玻璃纤维 对 做骨架嘛 那那个碳纤维 事实上也是比较轻的 那他们虽然比较轻 但是负载力更强 比较韧 对 那这个载重负荷要高 比钢筋水泥要高 百分之二十 五分之一也不算小 那但是横截面面积要小 百分之十五 横截面面积 那意思就是它比较轻嘛 体积小 它就会比较轻嘛 所以它的建筑成本 稍高 可是不算贵 这个因为要是论使用年限 以及维护费的话 那就比这个传统建筑要便宜多了 那另外它的新的建材也比较环保 那它所使用的水泥也出自新的配方 那传统水泥厂是温室气体排放大货 所以很多人反对于水泥厂 真正的原因在这里 除了它这个破坏环境之外 它这个释放的温室气体也相当的多 因为传统水泥的原料含有碳酸钙 所以制作传统水泥 那个制作的过程 是必须要把碳酸钙中的二氧化碳给释放出来 那新的配方使用的原料不含碳酸钙 譬如说它使用的是锅炉灰飞 所以它制作的过程不会释出二氧化碳 那研究人员还打算未来利用玄武岩制作纤维 再制作水泥的骨架 那这一种玄武岩纤维其实已经上市 但是澳洲的研究人员认为 他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改进 有趣的是 罗马万神殿的水泥原顶 水泥原料中就有浮石 浮起来的浮 浮动的浮 那这个浮石也是火山的火成岩 跟玄武岩一样 玄武岩是火山的火成岩 回去向老祖宗求教 发现人家有道理 是 怪不得是万神殿 来寄生的微生物会发出讯息吗 是这么回事 跟我们说话 你听嘛 你要有点耐心 我很有耐心 你看我都耐到52分了 鸟儿尾巴附近有一个线体 会分泌一种油性物质 鸟儿可以用来理毛 你观察鸡你就会发现 它这个理毛的时候 往往会往屁股方向啄一啄 那那种油性物质 可以保护羽毛 也可以维持羽毛的清洁 那那些物质的作用 就像法辣 但是那种油性物质 这油性物质 但是那种油性物质 也含有不少 有气味的分子 所谓有气味的分子 是跟费洛蒙我们熟悉的 或者是什么 不是 就是说很多有机分子 都有气味 譬如说有一种有机分子 我们就直接就叫它 方向族分子 那每一种都有特定的气味 我们用特殊的一气 甚至还可以检验出来的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 那这个鸟儿用来处理羽毛 那一些油性物质里边 含有不少的气味分子 那对于其他的鸟儿 无论是异性还是竞争对手 那一些气味传达的讯息可不少 那我们人观察这些自然的生物 那特别注意的大概是他们的发出来的声音 或者是他们的色彩 OK 那但是这个对于鸟儿来说 那一些气味传达的讯息相当的多 我们人往往 不知道 你非要做过很好的研究 你才会知道 这些气味分子 譬如说 你让异性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下种了 你让异性知道你正在寻找异性 或者是你让你的对手知道你是不好惹的 这一些都是这些气味分子可以传送的讯息 那最近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一个团队发现 那寄生鸟儿尾部线体的微生物 才是一些气味分子的生产者 也就是说 那一些寄生鸟儿的微生物 会影响鸟儿传达给其他鸟儿的讯息 以及引起的反应 原来那些气味分子 是那一些微生物的代谢产物 那至于鸟儿本身是否会生产那些气味分子 目前还不完全确定 因为这是新的发现 那但是一群在一起作息的鸟儿 身上的气味与寄生微生物往往相同 因此那些微生物显然可以在鸟群中传染 哎呀 这就是说那些微生物就是这些鸟儿的语料 语言材料 是不是 这是等于是他的语料 有趣的是这里 人类似乎也有这个现象 那皮肤的微生物 那譬如说在女子滑轮竞速 每一队有五个队员 那这个五个队员要要密切的合作 要甚至要肢体要紧密的接触 OK 那这一种比赛必然发生肢体碰撞 你在比赛前比赛后 搜集两个对抗队伍的皮肤微生物 你会发现在比赛之前 每一队各有各的特色 可是在比赛之后 两队的分别似乎就模糊了 什么意思 是他们的皮肤表面 皮肤表面的微生物 寄生在我们皮肤表面有大量的微生物 寄生在我们皮肤表面的微生物 按理来说 应该每一个人都有它独特的地方 那可是由于你这个参加这个运动比赛 是你每一个队有五个队员 你都要密切的合作 你训练期间 比赛期间就有非常密切的接触 因此这个皮肤表面的这个微生物 会互相的传播 在过去学者从来没想到有这种可能的 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不仅仅是人类 在其他的动物身上的 这一些这个寄生的微生物 都可以互相传播 那我刚刚说的这个鸟 是一个例子 然后我刚刚说的这个 这个女子运动员 是另外一个例子 那事实上还有一些研究也发现 你同寝室的人 要是有特殊的疾病的话 即使是健康的人 也都比较容易 会分享那个微生物 比较容易会得到那一种疾病 那鸟的研究怎么说最后的结论 发现鸟儿散发的讯息分子 是寄生微生物的产物 使学者开始思考 鸟儿对于异性的选择 以及鸟儿做出的决定 到底有多少自主性 搞不好都是那些微生物搞的 对同群的微生物影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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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